盖好被子,竖起小耳朵 温暖的晚安故事来咯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易 很高兴你们又来听我讲故事了 夜深人静,动物管理员去跟动物们一一道晚安 调皮的大猩猩拿走了它挂在身后的一串钥匙 从笼子里溜了出来 晚安大猩猩 晚安大猩猩,晚安宝贝 到了睡觉的时间咯 管理员出来道晚安啦 就像宝贝们睡觉之前 爸爸妈妈也会说晚安 呀,管理员拿着手电筒 走过猩猩的笼子前 晚安大猩猩 呀,我们的大猩猩 好像一点都不想睡觉 手里拿着什么 他偷偷地拿走了管理员的钥匙 呀,大猩猩用钥匙把笼子给打开了 他准备去哪里呀 呀,下面还有一只小老鼠 拿着香蕉也下来啦 管理员轻轻地 生怕把小动物们吵醒啦 颠着脚走着走着 大猩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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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走 我们的大猩猩 一直跟在身后 哎 哎 晚安 狮子 哎 宝贝你看 谁出来了 刚刚说完晚安的大象 也出来了 猜猜看 是谁干的好事 肯定是我们的大猩猩 把大象也放出来了 哎 大猩猩 踮起脚 又准备打开 狮子的笼子了 这下可好玩了 把动物们都要放出来喽 晚安 猎狗 晚安 长颈鹿 呀 管理员 一直都没有注意到 大猩猩 跟在身后 把笼子 一个一个 都打开了 动物们 都好开心呀 大猩猩 不仅不仅不仅把笼子打开喽 还用手指了指 教它出来 真是个小精灵鬼呀 晚安 呀 管理员 管理员 小动物们都要 小动物们都进了管理员的家里 管理员的家里 现在走进了 现在走进了好多动物呀 管理员 我们开始脱衣服啦 开始脱衣服啦 准备上城 睡觉了 动物们也都来到了卧室 也准备睡觉啦 但是 好像管理员 一点都没发现 他们来了 而我们的小老鼠 在梳妆台上 还拖着个香蕉 晚安 亲爱的 管理员的老婆 躺在床上 说道 开始关灯咯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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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怎么会有这么多晚安的声音 到底怎么回事 呀 一双眼睛睁开了 诶 真是太奇怪了 怎么会有这么多声音 打开灯 瞧一瞧 管理员的老婆 看着大猩猩 躺在她旁边 大猩猩 笑嘻嘻的 咿咿咿 呀 管理员的老婆 发现了这些小动物们 小老鼠 打开了抽屉 还准备 还准备藏到抽屉 里面 呐 呀 管理员的老婆 牵着大猩猩 然后 带领着动物们 又往动物园去了 必须要把他们 带回笼子 才对呀 因为 晚安啦 就要在自己的笼子里 睡觉啦 晚安 动物园 呀 管理员的老婆 迷迷糊糊的 可能她还没有发现 大猩猩 又拿着钥匙出来了 大猩猩 捂着嘴巴在笑呢 噓 而 小老鼠 拖着香蕉 也跟在后面 过来了 啊 晚安 亲爱的 晚安 呀 真是累坏了 宝贝 晚安 呀 你看这是谁呀 大猩猩 和小老鼠 钻进了被窝里 晚安 大猩猩 大猩猩 小老鼠说 大猩猩和小老鼠 把香蕉吃完了 呼呼 甜甜的睡一句啦 睡在了床上 好的 今天的故事 讲完了 晚安 宝贝们 盖好被子 枕头里 装进美梦 梦里 可能有个 可爱的大猩猩 在等着你 找他玩耍哦 宝贝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